大甲妈祖绕境 今天进入了第七天的行程 上午来到了彰化园林的福宁宫 现场挤满了大批信众 真香排队钻叫底 排队的人龙长达一公里 不过于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就不少的民众热昏头 甚至是脚抽筋 而天气热 信众追随妈祖的热情还是不减 还起来了辣妹大跳热舞 甚至还有来自摩洛哥的民众 端出了小米沙拉 分享结缘 大甲妈祖绕境队伍 28号上午来到彰化园林的福宁宫 现场全被前程信众寄到 水泽不通 等着愣牛咖的排队 人龙绵营一公里长 堪称疫情后的最大排场 不过天气实在太热 光是体感温度就要高达32度 只有长辈撑不住当场热昏 67岁的阿公四肢无力 75岁的阿嬷死亚迪 通过被紧急送医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而在另一头 又有人走到脚抽筋 热心民众赶紧协助舒缓 甚至有人铺上纸板 让抽筋的女子 不会被滚烫的拨油露烫伤 天气热 银妈祖的热度也不减 连国小小朋友也抢着 轮轿转冲进校园 为师生祈福 还有信众为了银妈祖 请来阿娜多姿的美女 大跳热舞 还有的充当力 深关心大批人潮 眼睛吃饱饱 也得记记五藏庙 来自摩洛哥的民众 特地准备摩洛哥料理 小米沙拉 要让民众吃东西 而在彰化县政府这边 里里外外开出遍地的帐篷海 白天天气热 正好躲在帐篷里补眠 等到晚上两一点 再来追麻祖 近乡的露营跟在外面露营的 哪一个比较好玩 大甲妈的地方 为什么 热气和人很多 大甲妈回轮今晚进到彰化市区 深夜住假天后宫 警方也部署476名警力 全副武装戒备 预防各种可能的冲突 务必要达到今年零暴力的目标 接着我们说话 参谱 参谱 请不吝点赞 吴宸监